透过修行将心安住 期盼我们都能够安然自在地面对死亡 佛法皆是生命的转换 如春夏秋冬四季更替 每期虽有不同生命体积现象 但是生命本质却持续存在 不曾消失 修行佛法要将生死视为一体 能将心安住在禅定之上 即能自在面对死亡 紧接着我们可能又要面对 另一个冰河时期 那么在地球上 目前已知的人类是成爆炸 那北极冰层的冻结 也造成了原来在冰层里面的细菌 原始细菌再度的护活 所以会引来人类对疾病的恐慌 那大家恐慌是因为害怕死亡 有时候我们在修行 应当要将生死视为一体 有生必然有死 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可怕的是我们不了解死亡 能够对死亡进一步的了解 那唯有对佛法 佛经深入的理解之后 能够将心安住在禅定之上 众生随夜流转 生死都做不了主 但却可以在活着时珍惜生命 尽今生的责任努力奉献 成长自身智慧 提升生命意义与品质 并且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培养善根福德因缘 如此即能从随夜生死 转为超越盛世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开节 台南采访报道